2021年1月20号,又是一个再入美国历史的日子 因为就在今日,美国有史以来细分最多的一次大选换届,终于告一段落 当选总统乔拜登在国会大厦,宣誓接任总统 美国再次开启民主党时代 而现任总统特朗普却在网络发表告别演说,致此退出政治舞台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给那个曾经带给我们惊险与刺激的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做一个短暂的总结 看看他在告别演说中说了什么,以及他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特朗普在YouTube上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直言自己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甚至更多 很显然,他依旧留有遗憾,始终无法完全接受去年11月的选举中输给拜登的事实 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两周深陷国会山那场骚乱余波的漩涡之中 当时,一群支持他的暴徒冲进国会,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他在演讲中说道,政治暴力攻击了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视的一切 他永远不能被容忍 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经济有着敏锐的嗅觉 所以,在其任内做出的各种经济政策数不胜数 最为出名的可能便是发起了与中国的贸易战 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 他的政府打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 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股市已经从疫情中反弹 科技聚集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20年上涨42% 涵盖更广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5% 本来这些将成为特朗普任内的闪光点 可是,去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彻底掩盖了这些亮眼的数据 目前,新冠病毒还在造成的日益增长的伤亡 超过40万美国人死亡 2400万美国人被感染 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上升 最近几个月零售总额也在下降 而失业金申请人数却在上升 因为这些种种原因 特朗普离任时的支持率仅为34% 创下了离任总统的最低记录 特朗普说道 我们的议程不是关于左或右 不是关于共和党或民主党 而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利益 这意味着整个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 在特朗普任内的最后一年 两党之争酝酿出了国会暴乱 新冠疫情将整个国家带入阴霾 这都是给他最后的表演 留下了不小的残缺 特朗普虽然告别了演出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表演的确深入人心 且发人深思 他虽已卸任 但依旧留给我们还在进行中的思考 关于总统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普拉卡什认为 特朗普迫使人们思考 总统这个职位究竟变成什么 普拉卡什表示 有可能从此以后 人们在思考总统这个职位时 会采取不同的立场 因为知道可能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人 比如 国会有可能会减少对总统的授权 拿走一些权力 此外 特朗普向我们展示 选民们反对那些贸易协议 人们愿意投票给那些 将美国从这些贸易协议中解脱出来 或者让他们更公平的人 关于中美 特朗普也的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特朗普不断强调 中国一直在以危害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方式 利用美国 这种不断的提示 促使美国人达成了共识 现如今的美国 没有任何一个政客 甚至企业愿意被指责对中国软弱 相比之下 没人在意你对加拿大是否软弱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所以 或许未来美国人会倾尽全力表现得更强硬 特别是对中国更强硬 关于民主 普渡大学历史教授凯瑟琳·布朗内尔表示 广义上讲 特朗普和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者 以及保守派媒体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美国民主 他说 作为一个研究媒体和总统职位的历史学家 我着实震惊于 特朗普让数百万人相信他编造的事件是真实的 布朗内尔称 1月6号在美国国会山发生的事件 是特朗普四年多来 积极制作错误信息所达到的高潮 正如水门事件和弹劾调查 在数十年间主导了对尼克松遗产的历史解读 布朗内尔认为 大选后的这一段特殊时刻所发生的一切 都将处在对特朗普总统任期进行历史评估的最前沿 特朗普在他预先录制的20分钟告别演说中表示 他的政府做了要做的事情以及更多 有人可以辨称他的非凡成绩 比如重建400英里的边境墙 减税 监管回撤 提名法官 贸易战和中东外交协议 除了以上的实质性成就之外 特朗普还有一点可能做到了历史第一人 那就是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之时 是为了动摇现有的政治秩序 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为那些不信任建制派 觉得体制不再适合他们的人发声 而在他当选的四年来 常规和传统不断被打破 对总统行为的期望被颠覆 特朗普离开时 美国政府已经悄然改变 并且很有可能这种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这种改变是好还是坏 现如今可能我们无法推测 但是至少带给了所有美国人思考与情绪 无论是崇拜与欣慰 还是失望与无奈 这些都会留在美国人心中 或成为标杆 或成为警示 引领着美国这艘巨轮持续航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